大家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题 2到33次方减2能够被11到20之间的两个数整出 那我们求一下这两个数是多少 那么这样子的题目是我们在学到音质分解的时候比较常见的一类题目 它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把这个诗子进行了分解 一直分解到什么呢 分解到能找到在11到20之间的两个数相乘的这么一种形式 那我们来分解一下这个诗子就可以了 这个诗子是2到33次方减2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我要对它音质分解我们常用的方法 要么是提供音式,要么是用供式 而且我们说过,有供音式的时候要首先提供音式 然后才考虑使用供式法 那么这时候我们观察这个诗子,它是有供音式的 这里是2到33次方,这里是一个2 这个2作为供音式,我们可以先把它提出来 提出一个2来,之后这里变成2到32次方 后边呢,这里变成了减1 那么后边这个诗子呢,是我们要使用公式的那么一个部分 那么使用公式的时候我们看,这是两项 而且在中间是个减法 两大项相减的话,考虑的是平方差 那么我要把它写成一个平方 然后它呢,是一个平方 所以呢,我们再往下分解 它是谁个平方呢 它是2到16次的平方 这里就是1的平方 它们要分成相加乘一相减的一种形式 加两数合乘两数差 要用平方差 那么再往下方 2到16次方加1 这个数呢,显然不符合我们这个要求 但是这个呢,还是两个数 两大项相减 它可以继续使用平方差 那么2到16次方也是2到8次方的平方 我们再把它分成2到8次方加1乘2到8次方减1 那么2到8次方也不在11到20之间 所以呢,这个式子还要再继续分解 那么我们再往后分解 2到16次方加1 2到8次方加1 然后乘上 这里再往下分解 2到8就是2到4次方的平方 2到4次方加1乘2到4次方减1 你知道2的4次方呢是16 16加1 这个数呢是17 后边这里是16-1 这个数是15 所以呢,我们这个式子最终分解出来有17和15 正好是在11到20之间 你看呢,包含了这两个因素 所以呢,这个式子一定能被17和15整除 那我们要求的这两个数就是17和15